香港美女魔術师 Miss Honey 喜欢在街头表演小魔术 喜粉图书 譬如说 我这里捉一些灰尘 这里捉一些灰尘 这里捉一些灰尘 然后我把灰尘 轻轻加盐 一个五万 料理到大马KL的街头 却成为了绝夺匪的目标 被强力拖地 碰到满身智商 断手断脚 没了点没了个鼻 还好魔术美女 成功保出了钱财和重要的文件 认真被外伤之痛 报警都来不及 立刻开FB Live 跟大家互动报平安 这件事真的是搞到 大马范畜我痛彻心扉 没有Face那就算了 问题是身为大马范畜 真的会是对这些 社会的老鼠屎的祖宗 感到排泄 现在政府也换了 新政府是不是应该 加强立法来好好管制一下 这些老鼠屎 去年林雅师 假装被抢的事件 大马人呼天强地要人家道歉 现在谁应该跟Miss Honey道歉呢 更严重的是 现在这件事 很可能伤害到大马百万 周董粉丝的福利 同样喜欢玩魔术的周董 最近在KL的市中心 开了潮牌分店 心情大好的他 在Instagram透露 过几天有空要到大马来看看 周董天本看到那是一个爽啊 问题是现在爆出这么一条 香港玩魔术式的美女 在KL被弄到满身世上的兴奋 周董会不会这样被吓到不敢来了呢 那他投资的潮牌 会不会受到KL治安 几下问题影响 东家 还要不要继续来大马投资好呢 要啊 当然是要啊 顿马去中国大陆 那么用力招赏引资 KL的治安的女友 怎么可以扯后腿呢 对吧 周董可千万一定要来啊 做好有空来走走 KL欢迎你哦 啊 我 懂的